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礼仪分析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点 我们不能够忽视 或者说我们有两点 必须给予重要的关注 哪两点 首先第一点 那么中国很多这个古语 中国古代有很多说法 中国古语当中 有一句叫什么呢 叫做入境而问近 入国而问俗 入门而问会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人到了另外一个地区 进入另外一个地区的境地 那么不一定是国境了 说一个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要什么呢 要问近 有些什么禁忌 入国而问俗 你一个人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要问问这个国家 有些什么风俗习惯 入门而问会 你进入某个人家 你要问问人家有些什么忌讳 明会 要问 要问这些 是吧 那么还讲说 理从俗 理从以 史的从俗 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 在礼节上 你要服从于当地的风俗 你作为一个史节 也是这样 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你要服从当地的这些礼俗 那么这个大代理记 那么讲的更加明确 那么大代理记怎么讲的呢 大代理记讲 说君子入人之国 不称其慧 不犯其尽 不服华色之福 不称具体之言 还讲什么 君子入他人之国 就是你是一个懂得礼貌的 有文明的 有教养的人 你到了人家的国家 是吧 你要尊重人家国家的这种风俗习惯 这是大代理记讲到的 那么我们除了中国之外 我们看看其他国家 对这问题是怎么认识的 那么欧洲有个谚语 它叫什么呢 叫做在罗马行 如罗马人 说你在罗马这个城 这个地方 是吧 你来这个行走 你就要像罗马人一样 那么非洲有个谚语 讲得更加夸张 非洲谚语是这样讲的 说到了独角人居住的村子 就应该用一条脚走路 你到了 那个独角人在生活的那个村子 你怎么 你要学着他们 用一条脚来走路 那么各个国家的谷语 谷语也好 谷语也好 他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的总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 也是非常一致的 讲了个什么问题呢 他都是要强调 作为客人的一方 到了别人的国家 到了别人的家庭当中 应该呢 要客己从人 是吧 要入乡随俗 要采取客随主辩的态度 都是强调这个问题 那么作为俄国的外交使臣的尼果赖 同样也应该是这样 那么至少尼果赖 应该理解中俄之间 在这个礼仪方面这种差异 这种差异 尼果赖在这个问题上 做的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 就是从他自身而言 那么他 有他的道理 为了维护俄国的尊严 为了维护俄国沙皇的尊严 他可能有他的道理 但是他作为一个外交使节 他应该注意到 是吧 要什么呢 要理从仪 史从俗 那么这个 在这个方面呢 这个尼果赖呢 做的并不是很好 那么这是一点 我们要强调的 那么第二点 我们要强调的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 在这个外交礼仪活动当中 是吧 那么当然他不应该 是吧 把自己的一些礼仪观念 礼仪传统 是吧 不加变更的 把它实施到 从其他国家交往的 这个外交活动当中去 是吧 就是你做一个东道主 那么在不损害中国自身的 根本利益主权的情况之下 在不损害中华民族 这个尊严的情况之下 那么在外交礼仪方面 是吧 应该给外国使臣 以一个更大的 一个自由度 是吧 应该表现出一个 泱泱大国的 那种大度和宽容 是吧 那么采取呢 什么呢 叫做 主随刻别的态度 是吧 很明显 清政府在这问题上 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清政府是有问题的 是吧 那么但是 我要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要强调的一点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官员 要求你一国赖 要以比较快的步伐 去纪念康熙皇帝 没有过分的地方 它完全是什么呢 是根源于中国的一种传统的 这种文化礼仪的 或者 有中国这种文化传统的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 在传统的礼仪当中 有一种礼仪形式 叫做驱礼 驱礼 什么叫驱 驱呢 叫做 就是小步快走 步伐不能不顺得特别大 大不流行 是小步小碎步 要快走 不能慢慢腾腾 叫驱礼 那么这个驱礼呢 是表示对其他人尊敬的一种礼仪 是中国诸多礼仪当中的一种 那么它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这样 幼者去见长者 是吧 这个卑者去见尊者 是吧 见者去见贵者 要什么呢 你当然你不能够说风风火火 是吧 毛头毛脚 快步如飞 是吧 那这是失礼的 那么这是不行 但是呢 你也不能够慢慢腾腾的 是吧 四平八纹 迈着方步 旁若无人 是吧 那么慢慢走 那也是不行的 应该什么呢 就说 要采取一个什么呢 怀着一种非常沉静的心情 是吧 小步快走 去见 是吧 长者尊者贵者 那么在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古籍 礼记 驱礼当中 有这么一个记载 就是讲着驱礼是什么 礼记 曲礼 这个曲是 这个歌曲的曲 我所讲的曲呢 是这个走路 曲向的曲 那么在这个礼记 曲礼当中记载 说什么呢 遭先生于道 驱而进 正立功手 就是什么呢 说你在路上碰到了先生 老师 你的应该呢 小步快走去见老师 然后呢 正立功手 那么等候老师 有什么发问 说先生 与之言则对 不与之言 则 驱而退 说你见到老师之后 要赶快迎上去 立在这个地方 很恭敬的等着老师发问 如果老师有所问 你就有所答 如果说老师没有什么要问的 是吧 那你自己呢 就要赶快呢 驱而退 你赶快呢 离开这个地方 这是一种礼节 那么在中国古代 只有那些经过特许的人 才可以不驱 就是不采用驱离 你比方讲 汉代的这个萧和 是吧 后来这个做了丞相 因为萧和帮助刘邦 打下了天下 可以说是鞠躬甚尾 又打下天下 这个开国这个志工 那么刘邦呢 就给了萧和一个特权 什么特权呢 带剑吕上殿 入朝不驱 说萧和可以带着剑 上这个殿 他可以不驱 就是说可以走路的时候 不必那样 就是小碎步急走 那么这是一种 给他的一种特权 如果说没有人给你的特权 尊者长者贵者 没有给你的特权 就应该呢 采用驱离 这是讲到中国这种 传统的文化当中呢 有一种驱离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讲中俄之间 在这个文化上 有些什么差异 是吧 我们也不讲 中国之间这个国家关系是什么 那么我们就目前情况而言 就目前的国际外交礼仪 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 当一个国家的元首 准备接见 另外一个国家的这种使节 是吧 那么这个国家的使节 也应该呢 以比较适当的一种 较快的步伐 前去见这个国家的元首 是吧 如果说这个时候 这个国家的使节 也是在慢慢腾腾的 是吧 慢条斯理的 夺着方步慢慢走 或者说 昂首阔步 庞氏无人 这都是一种外交上 一种施力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个清政府要求 尼果赖 以一个较快的步伐 去见康熙皇帝 没有任何不妥 它既符合于中国的 传统的驱离的要求 是吧 也是在外交领域当中 所必须的一种外交礼仪 就是在古代是这样 到现在还是这样 这是我讲到的 驱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这是第三个小问题 那么第四个小问题 叫做行不中道理 就是行走 不走中间的这条道路 行不中道理 与传统文化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是讲一个 有关中国近代史上 这个中外之间 这个礼仪之争的问题 来看这个行不中道理 与中外之间 这种礼仪之争 那么按照当时 这个中外的一些规定 在1897年的2月26号 中午 这个美英法德 十一个国家的这种外交使节 要去文化殿呢 向光绪皇帝呢 行贺年礼 就是那种年禁 禁建礼 那么这一天 由总理衙门大臣 一个人叫做静信 引导着这些外国的使臣 去文化殿 禁建光绪皇帝 那么整个禁建过程 应该说都是很正常 没有出现什么任何问题 就是这个清宫 就是清代的这个 他这个外交史料记载呢 叫做禁建如仪 禁建就是按照规定那样 那么去做的 没有什么问题 禁建完了 完毕之后 那么各个国家的这个 驻华公使 那么就从文化殿出来 要出这个文化门 那么出文化门的时候 那么大多数人 都是从这个文化左门而出 但是呢 法国的公使 叫做施阿兰 带着他的随行人员 从文化中门出来了 那么这个 德国的驻华公使 海敬 也准备呢 带着他的这些 参随人员 从文化中门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总理衙门大臣敬信 那么就根据清政府的 传统的理智规定 就制止他 说你不能够走中门 你要走文化左门 给予了制止 那么由这个事情 就引起了一个 文化殿风波 就中外之间 就这个问题 又展开了一些争论 展开了一些 有些分歧 产生了一些交涉 那么这个外国公使 走文化中门 按照当时清政府的 理智规定 他们是伪制 那么因此 当这个外国公使 走了这个文化中门之后 清政府内部一些大臣 那么就很不满意 要求总理衙门 向他们发召会 表示抗议 叫做被文截之 给他发一个召会 对他进行批评 进行责问 那么但是当时的 总理衙门大臣 叫做张英环 张英环他是讲说 这样做不好 他说即使法国人 法国公使认错了 说你怎么办呢 你还能够把他拉过来 再重走一遍吗 还让他再走文化左门 不可能了 他说我们不如 采取一个亡羊补牢的 一个措施 怎么办呢 说等明年 再去觐见光绪皇帝的时候 我们事先发一个文件 发一个文 那么告诉他 应该怎么样做 不应该怎么做 他的说法是这样 总是明年春尽之事 届时唯闻 借约不迟 我们给他发个文件 对他进行一些 规范 劝诫 说这样能够呢 大势化小 避免外交上的麻烦 那么是 蜻蜓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呢 采取大势化小的态度 但是却没想到 还没有对法国公使 走文化中门这个事情 提出抗议 德国的公使海进 那么提出了一些 外交上的一些交涉 海静 那么却结婉生枝 那么海静呢 对于 静信 制止他走文化中门 表示非常不满 这个不满怎么表现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 当时规定呢 就是外国公使 觐见光绪皇帝之后的第二天 清政府总理衙们 要招待这些外国驻华公使 那么到了第二天 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 都到了宴会地点 但是德国驻华公使海静 不去 那么总理衙们 就派人的几次去邀请 这个德国公使海静说 那么在外国公使 觐见光绪皇帝的时候 静信 对他拉扯 拉他的衣服 不让他走文化中门 说这个在外交活动当中 是失礼的 因此就要求静信 必须到德国驻华公使的使馆 向海静表示道歉 说否则我就不能够复验 产生这么一种 外交上一种纠纷 那么实际上呢 按照中国的传统理智 失礼的首先是德国人 就是从中德这个纠纷而言 失礼的首先是德国人 为什么这样讲 那么中国的礼记 驱礼上 有一个记载 或者说中国 在这个礼制上 有这么一个规定 叫做什么呢 行不中道 行不中道 意思是说 一般的民人老百姓 在走路的时候 应该走道路的两边 中间这条道路 正中间这条道路 要留给谁呢 留给那些尊者 长者 贵者 那么在民间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皇宫当中 是吧 他的宫门 他这个皇宫当中的道路 同样也是需要 行不中道的 这是有这么一种礼仪规定的 那么按照中国 历代王朝的这种礼仪规定 皇宫内的 这个宫门 如果是有三个以上 或者说道路 有三条以上 中间的门 中间的道路 只能留给皇帝来走 其他的文武大臣 是不能走的 那么我们看去像 现在这个清宫故宫 那个中门 只有皇帝可以走 除了皇帝之外 就是这个会 这个这个这个 会室的时候 中了状元的 船炉的那一天 可以走一次 皇后 在大婚的时候 可以走一次 其他时间 所有的人 都是不能够走 中间这个门的 是吧 叫文东武西 都要走左门 或者右门 那么如果说 你在走 东侧门 和东侧的道路的时候 也应该什么呢 尽可能的 靠着东侧走 它是有规定的 如果说 你在走西侧的门 也要尽可能的 靠着西侧走 那么如果说 这个宫门 或者道路 是吧 它是东西向的 东西向的 里面道路 东西向 那么什么 你在走的时候 要靠着这条路的 南边走 而不能靠着北边走 它是有这个 非常明确的规定的 如果谁违反这种规定 那就有什么呢 有僭越之嫌 有大不敬之罪 就是你超越了 超越了 你所应该享受的 这种规定 是吧 我们或者打个比喻 你比如说 我们国家的处长 是吧 你只能够坐 红旗轿车 那你要如果说 坐了宝马 坐了奔驰 是吧 那就超越了 你这级别 所应该享受的待遇 那就有问题 是吧 那么行不中道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总理 衙门大臣敬信 按照中国正传统的理智 对吧 对于外国公使 法国公使 对于德国公使 走文化中文这个事情 给予制止 完全是按照中国正传统理智来行事 从这点而言 没有什么不妥的 如果说讲到外交失礼的话 那么至少是双方都有失礼的这种行为 如果讲到双方都失礼 而外国方面的失礼的这种成分 那么是更大 或者说外国方面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 第二天 总理衙门 是吧 要招待各国住号公使 其他人都已经到了 唯独德国公使不到 总理他们多次去请 那么还不来 那么结果 是吧 各个国家的公使 就等德国这个公使 那么等多长时间呢 等了六克 六克钟 就是一个半小时 最后 德国公使还是没有来 那么这一天 本来是中午的宴请 耽误到什么呢 耽误到下午两点半 中外宾主才落座 那么才开始开宴 德国公使没有来 就中德之间 为这个文华店这个事情 文华店风波 那么进行交涉 那么这个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总理衙门就希望 美国的驻华公使 叫做田贝 来出面的来调停这个事情 对中德之间呢 这种礼仪纠纷进行调停 解决这个礼仪纷 那么本来清政府对田贝呢 是抱有了很大希望 但是后来的事情的发展 使得清政府官员感到非常的意外 为什么感到意外呢 这个当时这个内阁大学士 李鸿章 同田贝就一起谈论 怎么样解决这个文华店 文华店风波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田贝 他完全是倾向于德国 那么就要求清政府 准许各国的公使 出入清宫的时候 要走中门 不再走旁门 不但提出来要走中门 而且提出来各个国家的公使 可以坐着轿子 一直进入清宫的东华门以后 再下轿 就是田贝不但没有帮助清政府 解决中德之间那种纠纷 反而趁机向清政府提出了 更多的这种外交礼仪上的要求 是吧 他们要坐着轿子进入东华门 进这个清宫的时候 要走正门 那么接着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 德国驻华公使海静 比利时驻华公使 叫做费格 那么这些国家公使 又联合起来 共同的到总理衙门 同总理衙门进行交涉 同李鸿章 清清王一匡 乌农河 那么交涉 交涉什么问题 还是强烈要求外国公使 要有进入清宫中门的这种权利 那么为这个事情 由于这个文化电风波 那么双方呢 又展开了一场这种 外交礼仪上的这种交涉 那么这个交涉 辩论了很长时间 没有得到一个根本的实质性的解决 那么但是过了两年之后 就是在新丑年中外议和的时候 那么清政府基本上满足了西方列强 要求进入清宫的时候走中门 进入东华门之后下轿 基本上满足了他这种外交要求 那么以上是我所讲的这个内容 就说中国在强调自己的传统礼仪的时候 要求外国公使进见清朝皇帝 要扣头或者其他礼仪的时候 他提出来这些礼仪要求 尽管是错误的 需要改变的 但是他不是出于刻意的 侮辱外国方面的一种特殊的 一种礼仪规定 他是有自己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的 这种影响的 是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有着直接关系的 这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强调的一点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就先讲到这儿 下面我想第二个问题 就是要讲到外国方面 他的礼仪要求 是违背了他们国家传统文化 然后下面人家传统文化 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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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